目前台九线正在进行拓宽改造工程 而其中连接关山以及池上的池上大桥 为了因应道路拓宽需求以及耐震的规范 因此决定进行改建 而16号上午举行动土典礼 公路段全长1340公尺 其中桥梁段长约860公尺 并设置双向各两个车道以及一个慢车道 主体工程经费18.67亿元 预计将在116年第一季完工 为了让花东地区的交通更加便利 目前台九线正在进行拓宽改造工程 其中位在池上的池上大桥 由于新建年份已久 为了提高桥梁抗洪以及耐震的问题 公路局决议重新改建池上大桥 26日上午举行开工动土仪式 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及台东县副县长 立委刘兆豪、廖国栋以及公路总局局长 还有在地的议员以及乡镇代表 都出席与会 一同共相胜举 这座桥梁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所以我们希望改建 让它更安全 通宏的断边更过大 能够就是说防洪的能力也能够加强 另外就是说桥密也拓宽了 所以就是说在整个的车流动线上面会更顺畅 那宽卖车道分隔也更安全 我们期待一个崭新的池上大桥 可以提供我们所有台东的乡亲 或从外地来理由的好朋友 一个更安全、更舒适、更便利的一个道路系统 而池上乡长则表示 虽然工程开始施作后 会造成往来居民的不便 但相信未来能够提供给用路人 以及池上乡亲一条安全的通道 这样的一个新的景观大桥 如果它可以成为是池上另一个地标 我相信在这样的观光推动 还有交通的枢纽的一个解决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一个交通建设会带来一个 乡亲交通旗的黑暗旗 那我还是要呼吁 就是乡亲还有旅客 经过这一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 未来新的池上大桥 依旧采用南北双向分离的桥梁设计 以提升抗洪能力以及提高安全性 并依照最新的耐震设计规范 提高桥梁的耐震度 而施工路段全长1340公尺 其中桥梁的路段约有860公尺 未来双向各会布设两个车道 以及一个慢车道 在施工期间 则采分阶段施工的方式 先施作北上桥 完成后再施作南下桥 整体的工程经费为18.67亿元 预计在116年的第一季就能完工 记得曾经的银池商相报导